Let's go Hello 大家好 我是巴黎地宝 分享法国 买房 理财 避税 还有福利的经验 如果你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一下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了 自从我的频道开播以来 几乎每过几天就会收到朋友的留言 也有很多观众朋友在房产投资群里面问的 就是哪里的房子值得买呀 哪个地区好投资呢 我今天就和大家开诚不公地聊一聊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如果大家有好的想法 也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互相讨论 共同进步 对于这个难题呢 我的答案就是找到一个可能别人不懂 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值得买的一个地方 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周边的案例吧 很多时候我们一聊到什么地方不要买 肯定会有人说93不要买 一下子就否认掉了93省 所有的房子 但是事实是如此吗 我之前就有一个法国同事 他自己就住在93省 他93省大的 所以他拿到CDE之后 也一直是投资93省 他就只投他家旁边那些地方 因为他知道哪些地方好一点点 哪些地方可能自然确实是有问题的 我原来也是不敢去93的 但是有一次我正好就是要出差去93做项目 所以在那个地方待了大概两三个星期 每天晚上我可能都要工作到七八点钟 有的时候还在当地吃一吃饭 所以晚上回家的时候可能就要到了10点11点了 我也会偶尔在旁边看一看真的有那么乱吗 确实我工作的地方没有那么乱 而且我工作的地方也是属于很多大公司都在一起的 所以晚上也没有太多的人 都是一些下班的人 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安全问题 当然在93的某些街区 肯定是有这个安全隐患的 但是以我自己的亲眼所见 或许93省有一些地方 没有那么突出的安全问题 所以也是看大家了不了解这个地区了 而且我当时那个法国同事也会跟我讲 他投资的93的那些地方确实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布局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当时可能大公司都还没有入住 直到很多的大公司入住了 带来了新的员工以及新的实习生 而且他的投资房正好也是靠近这个大公司的区域 不仅是治安没有那么的乱 而且他享受到了 因为大公司来了带来了新的人口 所以有这个租房的需求 所以他这个房子的价值也一直往上升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93省某一些地区 确实长得非常可观 而且不仅是房子升值可喜可贺 而且带来的这些工作的人口 对于你这个出租的整个人口的质量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他现在租的这些人也都是一些实习生 还有刚开始上班的 对他来说这个租金也是比较安全的 当然我不是说讲完之后大家都要去买93省 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因为他自己就是93省大的 他就住在那里 所以他很方便的可以去管理 而且他也懂这个地区 哪个地方是好一点的 哪个地方是不好的 很多时候我们只有住在这个地区 住在这个街上 你才会发现可能这个街头不太好 但是街尾又很好 真的是会有一些这样的差别的 但是这个差别对于一个陌生的人来说 他可能只会觉得说 这个地方可能是离地铁远一点 这个地方离地铁近一点 对他来说可能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只有你作为一个比较懂的 你才会知道你自己的街区里面 哪一些地方是比较适合居住的 很方便的 哪些地方可能比较乱 或者是环境不是那么好的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叫我陪他一起去看房 他对于这个房子的担心来自于 房子的旁边就有一个RCLM RCLM这种政府房 很多人只要一听到 房子旁边就是RCLM 或者是对面是RCLM 那肯定是不能买的 确实我在这个群里面也经常看到大家说 RCLM旁边那就不能买了 有很多RCLM也不能买了 但是呢 我这个朋友就觉得说 这个房子可不可言 他觉得这个房子很好 还是想去看一看 然后我就当时陪他去看了 我们也去看了好几次这个房子 虽然旁边就是RCLM 但是我怎么看 怎么觉得这个RCLM 怎么感觉非常的干净 而且环境又好 我觉得应该好像也没有那么乱吧 所以白天我们看了好几趟 晚上也看了好几次 我发现啊 原来这个HCLM下面 有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场 我进到停车场里面去参观了一下 发现好多好好的车 都是什么奔驰啊 宝马啊 还有奥迪啊 还有好的perger这种商务用车 公司用车 所以我就透过朋友啊 大概打听一下 住在这个RCLM里面的人 是什么人呢 后来我发现 原来住在里面的人啊 都是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 不说所有的 但是大部分啊 都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所以自己都是政府人员嘛 一些警察呀 还有这个 在这个政府上班的 肯定他们也会保证 自己家住旁边的这个干净 还有安全 所以虽然是RCLM 但是呢又干净又安全 而且下面停的车 有些也是豪华的车 说明住在这里的人口 很多可能都是中产阶级了 所以即使是这个RCLM旁边 也不需要太大的担心嘛 后来我这个朋友就把这个房子买了 最近几年啊 长得比小巴黎还多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非常建议买有RCLM的城市的 那如果你去网站上看一下 你会发现 如果你想找完全没有RCLM的城市 真的是非常的难哦 你可能真的要去这个富人区看一看了 说到富人区啊 确实我发现有一些稍微的鄙视链啊 就是买在小巴黎的就觉得说 我才不要去大巴黎呢 我只买在小巴黎 买在小巴黎的人又会觉得说 那我只要买1到6区 外加16区 其他区的小巴黎我也不看 我都不出这些区 我确实有朋友就是说 他只住在1到4区 上班住宿都在那个地方 其他区他都不去的 所以他买房子也一定要买在1到4区的 那当然这个也是个人的爱好了 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 小巴黎的投资回报比高不高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去计算的呢 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啊 了解一下如何去计算的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总体来说 小巴黎的投资回报 肯定是小于大巴黎的 因为小巴黎的房子又贵 而且呢 这个卢阿叶还有一个platform 所以你这个租金啊不能够太夸张 这样子就会限制你这个投资回报嘛 就是非常高的房价 但是你的租金呢 又不能够和这个房价相匹配 所以小巴黎你的回报率很难达到5% 当然 如果你是非常早就买到小巴黎的房子 而且呢 你又用各种的手段 FB&B啊之类的 来增加你的这个房租收入 那么或许你的这个回报率也是非常大的 但是总体来说 如果你现在就买小巴黎的房子 或者现在就买大巴黎的房子 我觉得啊 大巴黎的房子会比小巴黎的投资回报高 但是这里说的仅仅是 房租的投资回报比啊 没有去计算 你的房产的升值的潜力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在小巴黎买一个面积 不是很大的 小面积的 这个是非常抢手的 非常利益的 随时你要卖的话 很容易就脱手了 所以小巴黎的房子 尤其是小面积的 是非常保值的 即使以后金融危机 可能它相比其他的房子 要跌价 它跌价的幅度也不会那么大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富人 她配置一些小巴黎的房子 她都不去出租 她知道这个租金 反正也没有多少嘛 她就空在那里 她就等这个房子保值 以及未来有这个升值的这个潜力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小巴黎好 还是大巴黎好呢 我就会觉得说 各有各的好呀 看你到底是懂哪块区域 以及你的需求了 你是自己住呢 以后你要卖掉这个房子嘛 那么你可以赚取 这个增值的差价 你是希望这个房子 增值增的比较多 还是你希望是用来出租 那么你这个租金想租的比较多呢 以及你对于这个房子有什么具体的需求 有些人他就想买学区房 像我自己没有小孩 那我完全不需要学区房嘛 有些人他喜欢住在森林里面 就是一定要远离人群的 比较这种安静的环境 他比较想有一个大的草坪 所以他不想要地铁旁边的 他不想要这个交通便利的 他会开车嘛 但是另外一些人 他没有车 他只想交通便利的 所以还回到了这个核心的问题 什么样的房子值得投资 就是找一个地方你懂的你知道这个地方好 但是别人可能看不懂的 当然这个地方可以来自于你现在居住的城市 毕竟你自己居住嘛 所以你可以晚上去逛一逛 白天随便走一走 探索一下自己家里周围 哪个区好像更好一点 比你家这个区域 哪个区比你家这个区域更差一点 或者是你去你上班的周围的区域 也可以看一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 也可以看看你朋友你同事买的哪些区域了解一下 这个区域好在哪里坏在哪里 多走动走动 这样的话可能你就会发现 有一个好的区域你非常想买的 到时候等有房源出来的时候 你已经大概知道了这个区的均价是多少 你了解这个区哪个地方你想买的 如果这个地方正好 这个房子呢 或许是市场价 或许比市场价还低 那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出手绝对没有错 这样子你就不会那么犹豫了 有的时候好房子一放出来 根本就没有思考的时间 马上就得下手了 那我近期也会和大家推出我自己手里的房源 也希望大家有一个 一个开放的思想 去探索一下 这个区适不适合你买 你觉得这个区值不值得去投资 毕竟即使是同一套房子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 这个投资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 报税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 最后的回报率当然也是不同的 所以看大家各取所需了 而且我还会退出一些外省的房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外省的投资回报率 真的是非常的高啊 如果你想拿到非常高的一个租金的回报 我觉得外省还是非常值得投资的 尤其是可以看一些比较火的省份 到时候我也会出专题跟大家分享的 比如说在群里就有一个观众说 他在马赛买的房子 在这个七八月份旺季旅游季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房子做FB&B短租出去 到九月份开始他就租给学生 就签到来年的六月 学生一走 那么就可以接着做假期房 真的是一举两得 这个回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一说到马赛 肯定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好乱啊 我才不要投资那里了 但是别人本来就住在那里了嘛 他懂得哪些区好 哪些区就不好 我自己也是在马赛旅游过好多次 每次去我都是吃海鲜 吃到晚上11点12点 才去这个酒店 一路走过去 我也觉得还算可以了 我觉得马赛也是看区的 有些区确实很乱吧 但是或许中间几个区晚上的治安还是可以的 所以有些时候我就会跟别人说 你住哪边 那你就买你家旁边的 你肯定比别人知道的更多 对不对 我自己买房也经常被别人说 哎呀那个地方好像有这样的问题 那样的问题 但是买到手 你自己住了 你自己租了 你就知道真香啊 确实是你看对了这个地方 这个视频也和大家预告一下 近期我会放出非常多的房源 到时候我们一个区一个区的去研究 大家记得第一时间关注我的频道 以及加入房产投资群 偶尔我会在上市之前的一两个星期拿到新房源 到时候我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最后祝大家都找到一个可能别人不太懂 但是你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肯定非常有潜力 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再走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